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一旁树下盘坐的韩丽突然问了一句 啊 闹友 你早就发现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两名魔族大成了吧 虽然早就发现了 其中一个人呢还是打过数次交道的熟人 只是啊 他们没有主动出手拦阻我们的行程 或自然呢 懒得多加理会啊 啊 原来如此 谢大人点了点头 这让韩丽摸了摸下巴 目中想过了一似异样 哎 我没有记错的话 先前马良那名仙人在和我等交手之前 似乎说过你是一句真正的仙傀儡 而不是什么伪仙蕾 他这话不假吧 这么说来道友 先前似乎对我还隐瞒了一些东西 他的话不是真的 我不清楚 我也从未对你隐瞒过什么 道友这话很难令人信服啊 韩丽眉头一皱 有几分不信 我自身被人吓过禁制 现在呢 只能解封一部分记忆 卓妇说 道友将我先前要求的材料凑齐 我才能解开下一层禁制 那时候应该才能在允止的情况下 告诉道友更多的信息 好吧 就凭道友一直帮我的勤奋上 我相信你的话 等韩丽将材料全都收集之后 再请道友将实情相告 谢大人不置可否则点了点头 仍然站在远处不动 韩丽呢 却将头颅一转 向远处眺望了一番 忽然手掌一个翻转 一枚银盼盼盼的鳞片一闪浮现 在手指这边没有一转 上面啊 又浮现出了树牌 和先前截然不同的文字吸引出来 那龙岛使者 真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等只要一到此界 激发这枚鳞片 就立刻能在一个月之内赶来相见 合化一开始就明说就是了嘛 何必还分成数字的一节节的小人说明 不过算数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韩丽眉头一皱嘀咕着 那是因为啊 为了这次道果大会 我们真龙一族派出了近半族人 全在此界迎接你们这些贵宾强者了 一个悦耳的声音忽然响起 接着上空波动一起 一条浑身翠绿的舞爪蛟龙 听空浮现而出 再一闪就化为李宁肌肤似血 头上要短脚身穿绿袍的女子 田仙子 难道前来迎接韩某的使者就是道友 村里啊 正是和韩丽有过一番交易的那个田飞儿 怎么 本仙子亲自前来迎接 反而还让韩兄大师走望 哎呀 这怎么可能啊 只是呢 先前听闻仙子啊 是道果大会指使之意 没有想到前院会亲自道子 什么指使啊 那只不过呀 说的好听一些 还不是一些伺候人的事啊 我们真龙一族 人口稀少 只有先当这迎宾的使者 然后啊 再去做那指使之事罢了 接着寺里 人人一晃就到了韩丽进前处 哟 怎么 田仙子 还在下是假冒之人不成吗 没什么 我看你的法力 好像你并没有寄送多少啊 怎么就能够斩杀了一名降临真仙了呢 哎 我先提醒你一句啊 你可能拥有真魂丹的事情 已经有不少的强者都知道了 说不定啊 有一些人呢 会打子丹的主意 哦 这件事情 倒是传得挺快的嘛 不过 他们恐怕真的要失望了 那真魂丹呢 早就被我换给灵界的其他几位大臣了 就算说还有剩余的 咱也早已服下 绝对不可能戴在身上的呀 换给他人早已服下 这些哄骗一般人可以 但是对这些 威震一介的真正强者来说 恐怕 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吧 嗨 信不信随他们了 若真是有不知好歹之人 那我也不介意 多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看来道友对此事早已应对之策 倒是小妹多事了 不过 本族金长老听闻真魂丹之事 倒是呢 有意想和韩兄丝相先见人一见 金长老 就这号称真龙之族第一人的那位金龙大长老吗 道友不必多信 道果大会啊 原本就是龙岛给其他强者一个聚集互相交换宝物的良机 金长老呢 虽然说也对真魂丹感兴趣 但是啊 绝对不会借助道果大会的机会 对其他的强者做出强买强卖的事情 道友若是呀 真不想换出手中真魂丹的话 虽然无需欺欠金长老的 贵族 倒是大气得很吧 可惜啊 这真魂丹对在下肚解非常的重要 在下虽然说还有剩余 但是也没有交换出来的意思 哎 韩兄 你先别急着回复此事 金长老啊 还让小妹给韩兄捎带另外一句话 他用来换取真魂丹的东西 相对非生之劫来说 价值啊 绝对只在真魂丹之上 而不在其下 你也知道啊 我一族和你们普通生灵不一样 可对非生仙界并不怎么很感兴趣 所以呢 一些对其他强者来说 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对本族可是毫无用处 什么 在杜劫上 价值之大 还得真魂丹之上 若真是如此的话 在下倒不是不能考虑一下 这样吧 到了龙岛之后 我再决定是否私下去拜见这位金长老一次 行啊 说这韩兄 肯答应此事 相信金长老呢 也是绝对不会让道友失望的 另外 这真魂丹 万一真的到了我们龙岛的手中 只要稍微放出一些口风去 相信呢 其他强者呀 也不再会寻寒道友任何麻烦了 这对韩兄 这也是极为有利的事情啊 希望如此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等你上路吧 龙岛虽然说就在魔科界的附近处 但是我们真要过去的话 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呢 天飞尔非常时期的 没有再提真魂丹的事情 韩丽对此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 当即点头赞同 于是接下来 天飞尔手臂一动冲高空一招 这天空中某处看似普通的白云柱 当即树生丝林之声传出 一辆被树笔红色怪兽拉扯的白色飞车 从中一飞而出 只见这飞车呀 足有石欲杖 不但说通体洁白如意 明映着各种精美的花儿 前面拉扯的四头怪兽 更是身有刺体 头伸龙脚 身体炙红鳞片 仿佛是被一层火焰包裹着一般 这是我们龙岛独有的鸣马 虽然说谈不上有什么争斗的能力吧 但是胜在力大无穷 耐力惊人 足可不吃不喝 在西风当中分植数月 而不见利界 嗯 果然有些意思 我那以前倒也见识过一些所谓的龙马 但论神进程度 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几头相提并论 诶 此中灵兽会到对外出售吗 这种低级的灵兽 我们龙岛自然对外有兽 不过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 此灵兽呢 只有在龙岛上产下的后裔 才能这般的神剑 就是在龙岛之外 它的血脉会变得越来越淡 最终啊 就和其他地方的龙马呀 没有什么差别了 要是这样的话 还真的有些可惜了啊 韩兄啊 你不用太惊奇了 我们龙岛的好东西 可不光是这点龙马啊 相信其他的特有之物啊 也绝对能够让道友谁大开眼界 哦 若真是如此的话 我此趟 纵然没有得到那广陵道果 也算不虚此行啊 韩丽一边口中回答 一边也化为力道惊鸿 冲天而去 见客的功夫过后 此道龙马一声长长的出名 就足踏虚空 拉着飞车 向前是狂奔而去了 身处后面的韩丽 感觉整辆飞车呀 平稳无比 竟然呢 如同站在平地上一般 心中 我竟又是一丝诧异 低头在打量 身下这辆原先 看似普通的乘坐之木 还说啊 不用多看了 这风铃车呢 也是用我们龙岛特有的一种 灵筒打造而成的 不但说 天生比其他的灵金呢 轻上百倍 更可以呢 灌注风铃力尽有其中 在外面 这也算是一种罕见的材料了呀 韩茂现在 真的是有几分相信 田仙子之言了 真希望可以早一些 到达龙岛啊 信仰 韩兄 有此要求 那小妹 就在施法 辅助一下吧 田飞儿眼珠 微微一转 一抹红唇 接着 他单手一枪 收到法局 一连串的弹出 神头一闪的 墨入到了 四头宁马身上 下一刻 四头半龙半马的灵兽 当即 口中 发出嘀吼 深启在 体表 红光一瞬过后 纷纷 狂胀 小半之多 同时呢 口中 伸出了 树枝 粗大的 疗芽 双目 也一下子 就变成了 赤金之色 这些灵兽 四头一个模糊 速度更是 一下子 激增了 数倍以上 拽着后面的飞车 直接就化为了一道 长长的红光 向前世 破空而行了 数个月之后 哈利在 田飞儿的 陪同之下 从一座 闲浮在 无尽星空当中的 巨大殿堂当中 走了出来 并直接出现在了 大门外面的 一片广场之上 抬头望去 这边在 高空的 不远处 赫然 闲画着 一颗 几乎遮蔽了 半天星空当中的 巨大的绿月 哦不 应该说是 一座近似 半圆形的 巨大的岛椅 稍微隐约的 还能看见一些 黑点状的建筑 并且通帖啊 前辈一层 淡绿色的光木 笼罩其中 这就是龙岛 到时候 我想象中的 差不多嘛 我们龙岛 原先 也并不是这个模样啊 使之后来呢 经过了许多先祖 用偌大的法力 先后改造过 这才渐渐的 形成了这个模样 好了 韩兄前已经在此处 检验过景天了 在盗口大会期间呢 就可以自行进入本岛 只不过啊 先前所说的那些禁区 导游 哥不能随便乱闯啊 而小妹呢 还要去履行一些 执事职责 下面 我可就不继续相陪了啊 这一路 有劳险子了 嫌已经到这儿了 导游尽管忙自己的去吧 哦 在我离开之前呢 韩兄难道 没有其他话 宠小妹说吗 嗯 什么事情 导游有话 尽管直言就是了 哼 看来啊 我不主动的提出来啊 韩兄 是不打算主动相问 算了 歇着吧 这是当日 我曾经对你的承诺 至于是否 真的能借此 取得广灵道果吧 那 就看到有你自己的本事了 田飞儿 白了韩丽一眼 袖子一抖 一块白色的玉碱 一飞而出 仙子有心 韩帽多谢了 韩丽双目一亮 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抓 就将这玉碱的抓到的手中 脸上浮现出的笑意 你的人情呢 我已经还清了 小妹 就此告辞 韩丽微微一笑 等到田飞儿的身影 再次落入殿门 这才向玉碱一收 也奔广场角落出 一个蛋白色的传送法阵 走得过去 法阵附近处 丝毫守卫不见 看到韩丽一走入其中 却从那旁边的地面上啊 升出了一个 胀许高的石碑 顶端处 赫然有一个 椭圆形的凹槽 韩丽目光一扫石碑 袖中手指 冲其一弹 一点荧光 筋势而出 一闪提示过后 就稳稳的 没入凹槽当中 正是当年 樊抛子 交给他的那枚 银色的鳞片 此物刚一嵌入石碑上 米克就散发出了一丝 莫名的波动 直接的 和传送法阵 联系一体 原本静止的传送法阵 当即微微一探 开始发出了 滴滴的嗡名之声 同时 丝丝白光的 从中缭绕而出 韩丽神色微动 一手啊 再重石碑 微微一招 银色鳞片 当即飞射回到 袖子里边了 这个时候传送法阵 才突然无数符文涌现而出 中心处的寒历 更是一个模糊 在其中消失不见 一个月过后 一座看似寻常的小镇当中 一些头上生有怪脚 和脸上肢体有鳞片之人 正在街道上 来回走动着 另外呢 还有稀稀拉拉 更少的一些 气息特别强大 都用各种方法 遮掩住相貌之人 在东部专门 导物主街上出现 并不时的 新出一些平常 少有人光顾的 隐秘的店铺 什么什么 前辈要两万斤 风经见 一个昏暗的店铺中 一名头生紫色短角的 中年掌柜的 有个吃惊的 望着眼前的客人 虽然说 最近一些屡屡出现的 大手笔买卖 已经让他呀 有些见怪不怪了 可眼前之人 所要的材料之具 还是让他心中 有几分骇然 怎么 你们拿不出来吗 我可听说 这家店铺 是龙岛上 专门已出售 风经新出名的 不会连这些数量 也拿不出来吧 站在掌柜的面前 的这个人啊 浑身笼罩的一层 淡青之光中 根本就看不出 任何的相貌年龄 给人一种 异常神秘的感觉 哎呀 要是前辈 半个月前来的话 那本店啊 还真的能凑出 这么一大笔 风经经 但是现在库存中啊 的确只有 八千斤而已 其余数量的 分别在半个月前呢 被其他的几位前辈 给买走了 眼前这种打板 并出手这么大方的人 毫无疑问 都是来自岛外 其他界面的强者 怕身为一名 只具有 些许真龙血脉的 中阶龙人 自然是不敢有 任何的怠慢啊 八千斤就八千斤吧 剩下的我全要了 走 就吃货款 对面金光中人呢 只是略一传音 就做了决定 小尾一抖 因为圆环 从中一飞而出 哎 好的好的 前辈收到啊 晚辈呢 这就叫人呢 将材料马上送来 中年掌柜的 只是略检查 储物环中的东西 立刻答应了 接着呢 他从身上拿出一个 圆盘状的法器 低声的 重其说了几句话 就和眼前的客人 一起等待起来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另一间房间当中 一处小型隐秘法阵当中 光辖一闪 一名身材高大的 年轻龙人闪现而出了 他几步就飞快的 走进了店铺 一连啊 从怀中掏出了 三个 一般无二的青色储物镯 全都交给了 中年掌柜的 先费啊 请您 过一下数目 看看 是不是正确 中年掌柜的 则立刻将 刚到手的储物镯 转身 捧给了 面前的客人 我相信 贵族的信誉 不用再查点了 清光中的人 很简短的一句话 手臂微微一动 一片青霞飞出 将三枚 储拙 却一卷的 拉回到了手中 竟真的不再检查什么 立刻就 转身离去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626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